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说 现在这种什么Fintech金融科技公司啊 很多小的这些互联网的玩家啊 他们现在是不是慢慢的蝉食我们的生意啊 在做大自己啊 其实呢 我们过了两年过了三年以后 这一次采访的话 出现有一个颠覆性的转变 74%的被采访的CSO 他们现在心态已经不是在有害怕的心态了 他们认为现在其实真正机会大门正在向传统企业打开 所以我们第一个得到的结论是传统企业坚信逆袭的时间到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传统企业正在一步步的开发自己内部的资源 正在去看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出来的能量 其中数据是最大的一个方向 那74%认为说非新兴企业 传统企业有逆袭 那未来要怎么做 那现在在66% 66%的这个百分比 我们采访的这个都是大 所有下面这四个方块全是中港台的啊 这个三个地区的 那他们现在就认为说 未来的平台策略 生态圈策略 将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也是他们要快速建设的重点 要进到一个生态圈 要构建自己的生态圈 其中很多中型企业对生态圈横向纵向互联 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并且已经在行动 这是有66%的高管得出来的结论 那第三个80%是说 我们如何去改变客户的体验 其实大家现在很多的行业 包括很多的公司 包括很多的企业都在谈论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提升整个客户体验 如何能够去创造业务场景 多少年前那三四年大家讲说 我们怎么能找到业务场景 现在是如何能创造业务场景 能让客户体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客户体验不是简单的一个客户感觉好 而是一个长流程的端到端的 快速服务提升体验的过程 我们很多人把它定义成 有些行业现在都做到说 这要常委定制开发 几十万的客户都可以定制开发 那这个要依靠什么 依靠的是数据 很多还依靠的是人工智能 所以80%的人都认为说 数据正在影响整个客户体验 客户转型 客户体验转型的一个全流程的变化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也跟大家讲 就是说 现在呢 很多的企业 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 包括很多的中型企业在中国 这种无论是这种上市的公司 还是国有的大公司 其实面临的都是一个企业能化的改变 快速的构建企业的这种应变能力 如何能让年轻的一代进到这个企业来 更好地吸引他们进到这个企业 去做创新的工作 这个已经成为了所有 我们采访过的高层的这种 我们叫做管理决策层的人的一个心理 其实我们最近也采访了好多 就我自己本人也经常会做下方 经常跟一些CEO 还有一些CXO CTO这些人 包括我们的CHO 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的这种负责人 他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些流程 雇这些年轻人如何能够快速进入这个行业 能够让他们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基于这个呢 其实我们现在很快的 我们又跟大家其实在这个 IPM一贯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有些新的理念 新的引领一些新的方向 包括过去一直提出来的 智慧的地球啊 这个Business on the mind 所有的这些改革 其实我们现在给很多行业建议的 是从三个角度去改变行业 利用数据去改变行业的一个生态 改变行业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包括未来的创新过程中 如何能够做到一个快速抢先的一面 那其中第一个就是 个性化的道路要如何的去布局 那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三年的时间里 做了无数次的发布会 包括很多的企业 现在都在慢慢的从数字化到数字转型 现在我们叫数字重数的概念 是如何能够让客户的 Customer Journey的服务的过程 变得更有数字化的成分在里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那第二步其实拉动平台的业务模式 那我们更想跟很多大型的企业讲的说 当你不想参与到生态圈里面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你未来的生存地位 当你进到一个生态圈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你在生态圈里的地位 当你想要构建自己生态圈的时候 你就要从一个非常准确的切入点 开始构建这样的一个生态圈 这是我们对企业的一个建议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敏捷运营 其实敏捷运营在很多的时候 包括我们以前也跟很多大的银行 去做一个沟通 跟大的企业 包括电信行业 其实大家考虑的都是一个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改变员工 脑子里面想着固有的企业的话 能够让他们跳出这个企业文化的框框 能够把员工的基金调整起来 刚才我有讲 所以这三点是 其实我们在传统企业逆袭 包括很多中型企业创新的过程当中 我们未来是建议给很多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这次调研的结果呢 传统企业逆袭里头有一个重要的 所有的跟科技 跟应用 甚至现在有很多叫CDO 就是Chief Data Officer 现在很多的企业都有自己的数据的负责人 他们其实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他们跟一些创新型的企业合作的时候 他们发现 合作不下去 为什么 小的企业跟他要的是数据 而不是跟他要技术 在业务的领域上 大家能得到什么互相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排斥的 甚至有的时候竞争的关系 那其实企业 其实应该现在 传统企业大型企业应该 深深的认识吧 真正能够让这些企业翻身的 是藏在 我们老讲说 冰山下面最大的一块 是80% 20%这个规则 其实是一个定义而已 但真正的数据 完全藏在企业过去的几十年的积累当中 谢谢